居然敢在镜室外偷听 还想破我竖法 结果被法力反噬了 魏无羡看了下地上的血量 他伤得很重 有人混入了蓝家 刚刚不知是想偷袭你 还是来偷听 两人神色凝重 魏无羡本来就担忧蓝忘机 此刻更是被不祥的预感笼罩 心想被人掐住般难受 来偷听 单枪匹马不会来袭击我的 来往击倒 明日你还去寻你叔父吗 有奸细混了进来 我们是不是先清理一下门户 魏无羡道 交给兄长 家门长期会有戏作 不能因此停摆 我去寻叔父 魏英 嗯 或者你与我一同前去 云深不知处 没有我想象的安全 比起自称安危 蓝忘机更担忧魏无羡 魏无羡摇摇头 牵着他回屋 我的符咒他没破 今晚我们先好好休息 有什么事 明天和泽物军商量了再说 你别带我去 魏无羡牵着蓝忘机回踏上 蓝忘机一路尾随 缓缓道 我带去的门身都是我的清醒 我遇见可带你同称 他们不敢说什么 何况我总要对蓝家 说明我们的关系 蓝忘机还是想带魏英去 既然云深不知处 也不安全 那他最信任的就是他自己 魏无羡坐在他边缘 看蓝忘机站在跟前 忧心地看着自己 将蓝忘机一把拉下 让他坐在自己腿上 两人身高太相近 实在是两个大男人 但魏无羡把他抱在怀里 闻着他身上的冷冽的檀香 摸缩着他的手臂 像抱着一个大号的孩子 是那么的宝贝 他把头埋在蓝忘机胸前 低声道 你在战斗的时候 必尘见其全开 必须心无旁骛 煞发决断 我在你身边 你要顾着会不会伤到我 就会收着力 这太危险了 而且我已无精干 确实可能扛不住你的剑气 在海上作战 对你非但没有助力 可能还是负担 人身不知处 即便不安全 我也只是一个小书童 只要他们不是向着我来的 普通修士 怎么奈何得了我 自然是留下的好 魏无羡轻描淡写地说出了 压在两人身上许久 最沉重的话题 他已无精丹 这个沉重的话题 他也不是特意隐瞒蓝忘机 只是说出来 好像要祈求别人的照顾 或者同情 更何况无济于事 说来作甚 可现在到了非常时期 如果有人说话遮遮掩掩 甚至逼得蓝忘机 帮他找理由措辞 就影响了两人的 快速沟通和判断 这是非常不利的 他必须有话直说 你的金单呢 蓝忘机哑声道 这个问题想问一千次了 自然是被温竹流化了 丢去了乱葬岗 魏无羡平静地回答 他还是撒谎了 这是他和江城的秘密 他宁可欺骗 也是不会告诉蓝湛的 何况他只需知道 试了金单 旁的事无关紧要 蓝忘机反手抱着他 让他买手在自己怀里 他当然知道 魏英为什么一直瞒他 又为何此刻说出 他同来都不知道 怎么表达心情 只能把爱人报警 魏英 他亲吻着魏英的发丝 他想说我会保护你 但他没有说出口 他知道 这是魏英最不想听的 蓝湛 你能不能给我表演一个 蓝家最强的法术 魏无羡从他怀里震出 打破压抑的情绪 咧着嘴笑道 什么法术 蓝忘机道 天塌下来 害时睡神功 怎么样 来表演个 魏无羡反身 将他轻轻放在榻上 把他的头饰 外套退下 留下一件领衣 小朋友 到点就要睡觉 才能长得高 长得漂亮 长得好像 韩光君一样 又高又漂亮 魏无羡轻了 惊他额头 蓝忘机被他摆好了 蓝室睡姿后 声色不宁地 看着魏无羡道 你不睡吗 别逼我装睡了 我真的没练过 蓝家神功 你放过我行吗 就今晚 魏无羡深情地望着他 浅笑道 好 你累了 便休息 有那么强的法症 没事的 魏无羡理解 魏英的心情 知道了 乖 快给哥哥表演个 马上睡着 好宝宝 魏无羡的拇指 轻轻摩缩 蓝忘机俊美的脸庞 看着蓝忘机听话地闭上眼睛 长长的睫毛像蝴蝶扑扇的翅膀 不消多时 呼吸就变得平静 看起来真的睡着了 果然是盖世神功 魏无羡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他的睡颜 微微一笑 给蓝忘机好好的盖上了被子后 他目光一凝 到桌案前 拿出一叠厚厚的空白符转 突突斜斜起来 清晨 忘心二人与蓝锡城聚于韩室 共上对策 魏无羡一夜未眠 全神贯注地制作各种福传 也魂不知泪 直到一双温暖的手揉捏自己的肩膀 他才知道 卯时到了 我要去找兄长 你要不要睡会儿 蓝忘机揉捏着他微微僵硬的肩膀 既心疼又爱怜 我总算能跟上你们的作息时间了 你真要我卯时起 我还可能起不来 方便的话 我和你一起去吧 魏无羡道 自然方便 洗书吧 蓝忘机默默收下了 魏无羡递来的一大碟各种福传 没说谢 只是微笑的点点头 放入乾坤秀中 两人来到泽吾君的韩室 蓝忘机把作业知识 简单的讲了一下 魏无羡觉得 很多细节没说清楚 又补充了几句 所以偷听之人受到忘机结界的法力反噬 什么结界如此厉害 蓝熙成对蓝忘机会用的结界了如指掌 蓝家的结界多半以尽为主 很少会去反噬破咒者 我 下的结界 相当于大雪咒一类 不是韩宫军下的 被蓝熙成抓包过很多次 魏无羡也无需掩饰 他们住在一起了 现在大家要坦诚不能互相误导 那你为何下如此重的结界 因为昨日孔家约了各十家子弟聚餐 你有所提防 即便下结界的是魏无羡 这种雪咒也不可能是常用的 蓝熙成对非亲眼所见之事 都会保持几分切心 对一些蹊跷的地方会刨根问底 可这就难住了魏无羡 他总不能说为了和蓝湛好好亲热下吧 这也太难启齿了 只好把自己说的未不先知 怪我 疑心重 觉得可能有人会来进室偷听 就下了血咒 结果闷中了 如此 蓝熙成将信将疑 觉得疑点颇多 但望线即便有所隐瞒 也不会是什么对蓝家不利的事情 他看蓝望鸡一直沉默不语 耳根却爬上了粉色 猜到了大概 一时尴尬语色 决定不再深究 昨日孔家设宴 也有请蓝家门生 门生宴后与我汇报 称只是普通的餐宴 说了一些客套话 只在拉拢各家关系 未发现其他异常 我为门生把脉 也没发现中毒或其他法力痕迹 其余先门子弟晚宴后 均以平安返回住宿 无可疑之处 孔家设宴 与昨夜偷听 舒服之事 未见有关联 可能只是巧合 蓝西沉道 那今日韩光君 还是上完实战课后 去行他舒服吗 微无限道 不 忘记 你现在便启程 今日的课程 我代课 夜间形势容易重埋伏 已早不宜迟 蓝西沉道 对 我同意 早去草回 夜间对韩光君影响不大 但对修为不够的修饰 单是视线都会受到影响 比白天危险很多 住要前去 现在就应出发 魏无限顿了顿道 蓝总主 今日的课程还继续吗 局势不明 要不要先行暂停 继续 梁兄弟一口同声道 这是蓝家长期的规定 别说如今只是风声鹤唳 即便大战当前 蓝家也尽量不耽误日常运作 摄日之身期间 蓝西沉与蓝旺鸡 并分两路出征 各自率领盟军 先后收复师弟 所到之处 势如破竹 虽率领的是多家联军 但孤苏双臂名声在外 修为 智某 勇猛 无一不为百家折服 两位玉面公子领兵在前 却比粗莽将军更是强横 蓝旺鸡曾一人站在城墙上 面对万箭来袭 一记情音响起 灵气如咒风般爆破而出 在空中深深折断了千万之箭 别说敌军了 就是盟军看到都背脊发凉 这可真是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便是蓝旺鸡这种 不善玩弄权势的人 也带着 灵灵不可期的 王霸之气 散兵游将 莫感不从 竟结成了一股 无坚不摧的力量 反倒比军心动摇的 温家正规军 更有军技 前线洗爆连连 后方毫不耽误 蓝家剩余弟子 在云深不知处 被毁期间 在蓝旗人的带领下 躲避在附近的仙洞中 尽管条件十分简陋 课程却未停 每天保持着 高强度的学习和修炼 许多入门修士 在这个阶段快速成长 源源不绝地 为两位前线公子 输送新的人才 还有许多 家破人亡的 闲散仙家 也在这个时候 发现了蓝家 一眼组织有序 加入了蓝家 立刻得到 很好的安排和指导 在蓝旗人的带领下 蓝家人虽粗不麻衣 分餐露宿 但风骨却丝毫未减 中间几次 被温家追兵发现之时 蓝旗人尚在授课 石壁上 刻满了一强内容 他二话不说 举起句实 并转移 一边逃亡 一边还把上课的内容讲完 大家被这股精神感动 即便新加入蓝家的门身 在得到各种材料 做成的墨额时 无不热泪盈眶 端正带上 荣耀至极 蓝家缤分三路 完成了前线战斗 蓝家重建 战时教育 前线后勤 缓缓相口 其他仙家 在长线战斗中 资源耗尽 精细神全无 其中临时组建的江甲 大部分门身 连唯一的家训 明知不可为 而为之 都从未听过 蓝家的游击队 确一养成了 骇时睡 卯时起的共同习惯 一起朗诵 雅正吉 一起遇见杀敌 一起抚擒安魂 大家本时不同姓氏 如今都只有蓝氏 一个图腾 一席人按照蓝氏图纸 复原蓝家 藏书阁 万千藏书 无一丢失 三位家族 风华阵茂 秀为登天 其他家族 却隐七零八落 此消笔掌间 蓝家 非但没有因此颓废 反倒甚至空前 因此 战时不停学 成了蓝家 一直以来的默契 表面看 蓝旗人下落不明 蓝旗 要带人去行 蓝家中 混入了奸细 但这完全没有达到 需要蓝家 停摆的条件 越是这样的时候 三人分工 越发鲜明 有人在外杀敌 便有人在家运筹 若要与蓝家 打消耗战 那是绝无胜算的